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但是成就十种殊胜的功德法 如果能够回向无上菩提 这段经文我们在上来 总共十个小段里面 每一段都是以这个为介入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总结了 什么叫做欧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一句话是凡语 古时候翻今 在体力里面有五种不凡 这一句是可以翻的 在五不凡里面属于尊重不凡 也就是舍佛 舍佛终极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最后习求达到的 得到的是些什么 就是这一句 这一句的意思 翻成华文 是无上正等正确 二翻做五 六度罗翻做上 印度乘三 中国正第一次 鸟是等 正菩提是确 为了尊重 保持应语 那么在这一句里面 它有三个层次 就是正确 正等正确 无上正等正确 这是学佛人所需求的 如果得到正确了 在佛法里面 就称之为正阿罗汉国 小臣阿罗汉 辟知佛 都是得到正确 佛给我们说 世间人天 也有很聪明的人 他对于宇宙人生 有相当的觉悟 但是不成正 这个正字招牌 很难取得 那么佛家讲 正的标准是什么 必须使 我直破了 才叫做正 要用金刚经的话来讲 大家这个概念就很清楚 无我相 这才称之为正确 那么世间天然 很聪明 我们知道现在许多科学家 哲学家 宗教家 他还有我 还有我指 还有法指 那么这个 虽然称觉 不能成为正确 一定要到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才叫正确 四相虽然破了 并没有彻底破金 这个四相是有差等的 比如说我相 百分之百的破了 没有了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还有 还没有破金 为什么呢 我相 是属于我直 就是执着 执着没有了 这个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是属于分别 是属于妄想 所以这个没有断尽 因此 因此 佛家 觉悟分三个阶段 分别断经了 妄想 还没有进 这个阶层里头 叫做 正等 正确 等 等于 佛 主要晓得 等于 佛 他不是佛 这是等于而已 必须 必须这个 分别执着 分别妄想 都断了 这个时候 才叫做 无上 正等 正确 所以 无上 正等 正确 只有一位 原教里头 圆满的佛果 等教 菩萨以下 都属于 正等 正确 但是 主要知道 正等 正确 最低的位置 是原教 初诸 菩萨 那么 由此可止 四圣 法界里面 同而言之 都是 属于 正确 虽然 他们的层次 也有 高下不同 阿罗汉 辟治佛 菩萨 佛 这个佛 就是天台家所讲的 藏教佛 通教佛 都是属于 正确 不能称为 正等 正确 那么在天台大师 六纪佛 叛教的 他们是 相似 纪佛 就是四圣 法界里面 是 相似 纪佛 离开了 是法界 这到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 这破一片无名 正一分 发生 这个时候是 分正 即复 才称之为 正等 正确 所以诸位 必须要 有很清楚的概念 正等 正确 使称 使称 法身 菩萨 没有正的 法身的 不在这个里面 这个是天台家讲的 分正 祭福 它是真的 它不是假的 我们学服 目标 在此地 不是求别的 是求对于宇宙人生究竟彻底圆满的觉悟 那就叫做 无上正等正确 怎么求得呢 你看看此地 断一切窝 修一切善 佛将一切善窝 归于哪位十条 摄善 反面 就是摄窝 立摄窝 就是摄善 由此可知 善窝 体是一个 是一个体现 只是 迷雾不同而已 六道里面 迷的人多 觉悟的人少 尤其是现代的社会 不但迷的人多 而且迷得非常严重 对于圣教 对于善严 不能接纳 这在佛法里面说 业障习气太重要啊 虽然天天在修学 都没有办法入境界 这个境界呢 我们通常讲的佛门 没有办法入佛门 我们今天都在佛门之外 没有进去 什么人进去呢 小臣粗苦 大臣 语言叫初性位的菩萨 这就好像念书一样啊 实性是小学 初性位是一年级 你已经上了一年级了 一年级的条件是什么呢 三界八十八平 见乎断尽了 这个时候 正得小臣粗苦味 如果是圆教菩萨呢 这是实性里头 粗性位的菩萨 粗性位菩萨 跟这个小臣粗苦 断烦恼的功夫相同 但是智慧不一样 小臣粗苦虚托还 要跟原初著 粗性位的菩萨比 智慧就差很大很大 华言语言叫啊 人家闲事的智慧是圆满的 圆荣无碍 粗性位的菩萨 都如是了 何况高位的菩萨 所以粗度菩萨 就鸣心见性了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佛在论言会上所说的 烦恼障与俗智障 这两种障 一切众生的并不相同 原教粗性位的菩萨 这两种障都不 所以他能证得大臣粗性 小臣虚托还 烦恼障 轻 俗智障重 所以他能够断 八十八平 建国 因为俗智障重 他智慧不开 佛说的这个大臣精教 他不能够理解 原因在此地 我们在论言会上看到 非常明显 阿南尊者 他所证的是小臣粗果 他的智慧很高 佛说论言经 你看说的第三句 他就出来赞佛 他懂了 弗诺纳尊者 是四国阿罗汉 弗诺纳尊者听不懂 所以起来向佛请教 他出国 他怎么懂了 我四国罗汉 怎么没懂 佛才给他说明 阿南是烦恼障重 所以指振这个出国 俗智障亲 所以大臣这个金法 他能够明了 他能够接受 而弗诺纳尊者 跟阿南恰恰相反 他是烦恼障亲 所以证得四国罗汉 三阶八十一平 思乎太短 大臣经教 他听不懂 俗智障重 在大臣教学里面 古来的这些祖师大德 常常教人 看破放下 我们能放下 放下什么 放下烦恼障 看破的是破锁智障 这两种功夫 不间断的 互相去用 看破 帮助放下 放下 帮助看破 一定要正干 而且在我们这个境界里面 一定要先从放下下手 放下一切 妄想分别之处 佛教给我们 一切众生 本来成佛 花言 语言与言举恶 佛是这么说的 无量寿经 一切 戒成佛 大臣经上 我们常常看到 凡有佛性 戒当作佛 我们要用 我们要用 什么样的心态 除世待人 戒无呢 一定要像 善财童子 那个修学太多 善财童子 心目当中 反复只有我自己一个 我一个人是反复 除我一个人之外 都是诸佛如来 顺境逆境 善人 我人 全是诸佛如来 化身来度 所以他在菩提道上 一帆风顺 没有障碍 我们今天修行 你说障碍有多少 障碍从哪里来的 从我们不善心 所变现出来的 这个大家 连这个十三叶道经 都应该懂啊 前面讲的 一切发从心相声 我们的心不善 看这个人 看得眼 顺眼 起贪爱 看不顺眼 去成会 这是不善的心 我们的心 不真诚 不清净 不平等 所以造成 菩提道上 无量无边的障碍 这个障碍怎么突破呢 善财给我们做了 最好的榜样 你看他真的是一帆风顺 遇到文殊菩萨 在文殊会下 成就了根本质 然后 老师叫他出去 参访 参访 五十三位 善知识 他成了 就近圆满的佛国 他没参访 一位善知识 他的境界提升一层 吉祥云比丘 代表原教出 这个 出驻菩萨 发心驻 他参访 出驻菩萨 他自己就到出驻 参访海云菩萨 他就升到二驻 参访海云菩萨 参访海云菩萨 他就升到三驻 一直境界往上提升 没有一点挫折 什么原因 做学生的态度好啊 这个事情 印光法师在文抄里 都说了很多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益 两分沉浸 得两分利益 善财同志 是居足圆满的沉浸 所以他的圆满利益 你看 祖师讲得多么简单 再跟诸位说 做起来也就这么简单 你不肯做就没法子了 为什么不肯做呢 我们自己无时介意来烦恼 吸气太重 烦恼里面最大的烦恼 对修行人 对修行人来说 共高我们 总觉得我比别人高一等 别人都不如 我慢高山啊 把自己菩提道上造成障碍 自私自利 明文利益 贪嗔痴慢 这才造成 许许多多的障碍 你能把这个东西排除 决定没有自私自利 决定不沾明文利益 真正的离开了 贪嗔痴慢 那我们就跟这个 善财童子一样了 对人对私对我 真诚恭敬 普贤行落实了 离今祝福 哪是祝福呢 一切众生是祝福 一切人 一切私 一切无 都是祝福 至诚恭敬 没有一丝毫怠慢的态度 称赞如来 广秀供养 灿处业障 菩提道上 哪里会有障碍呢 就华严精好啊 末后 善财更 五十三位 那是佛陀啊 那个善知识 是祝福如来 化现 实现的 实现的 不管是顺境逆境 善人卧人 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 世尊 在一代实教里面 通脱法门的修学 一身成佛的 只有两部音啊 华严 善财表演给我们看 一身成就 法华经里面 龙女拔岁成佛 这是做出来给我们看的 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一身成佛 可能的 不是不可能的 你只要懂得这个道理 懂得这个方法 真正 受持读诵 为人 言说 你就能成就 所以过去 有人问我 这个奖金的方法 我写了一篇 那一点 研究的纲领 在你们 你们这个 这个 内敛讲座之研究 这个小册子 附在这个后面 你们能看到的 我的答复 特别强调 学教 成就 百分之九十 在你修学的态度 方法 充其量 不够百分之十而已 所以方法不难 一个星期 可以把你教会 你修学的态度 决定你自己的成败 我们亲近 善知识 不是一个人 同学很多 为什么 许许多多 同学当中 能成就的 只有两三个人 老师同样教学 不分彼此 一样上课 为什么 有的能成就 有的不能成就 决定在 修学的态度 就是印族所讲的 一分公斤 得一分力 十分公斤 得十分力 我们过去亲近 张家大使 亲近 李炳南老居士 迈至于亲近一个 在家的 方东美先生 我们有十分的沉静 我们能得到一点东西 没有这样的恭敬心 你所得到的是皮毛 那么由此可止 能不能成就 是不是老师的知道 不是 释迦牟尼佛 度化众生 自己不鞠躬 为什么呢 他称佛 是他自己称佛的 不是佛有能力 帮他称佛 佛有能力帮他称佛 我们何必要修行呢 那佛不帮助我们称佛 他就不慈悲了 这个是佛都办不到的 完全在你自己 诚心诚意 所以在四种语言里面 佛发从原生 我们自己居住的清音缘 所缘缘 无间缘 佛对我们的只是正上缘而已 那正上缘再好 我们前面三个缘也不居住 不能成就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 此地在回向 把自己这个修学的功德 与一切众生分享 自己不要了 与一切众生分享 自己还要一点 我与一切众生共享 我还没学掉 还有我值在里头 我与一切众生共享 我们要把功德 给一切众生分享 里面没有我 你才能够走上菩提道 后尘佛师 俗真一切佛法 那么你要懂得 什么叫佛法 法就是一切法 对于一切法 我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就叫做佛 佛是觉悟的意思 对于一切法 都居而不明了 成就自在神通 这是德用 你对于世出世间 一切法 都能够居而不明 正而不邪 静而不然 你就得他自在了 神通不是自受用 神通是他受用 自受用是自在 他受用是神通 你有能力教化一切众生 那么这是一个大段落 明天这一段呢 佛在此地很慈悲 举一个例子 修行时善 把时善落实到六波罗蜜 六波罗蜜才圆满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